這下圖是 y 等於 a 乘上 cos b 括號 x 加 θ 圖形的一部分 那其中 a 跟 b 都大一點 然後 θ 接在正負二分子 π 之間 問你說 a b θ 它的值是多少 好 那這樣的題目怎麼做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得到 它的這個最大是 2 最小是負2 那它的正幅就是 它的正幅就是 2 僅掉負2 再除以 2 那這個算出來是 2 那我們說這正幅應該是 a 的絕對值 a 的絕對值就會等於這樣 那 a 的絕對值等於 2 的話 a 就等於正負2 可是 a 要大於 0 所以在這邊我們知道 a 就等於 2 a 等於 2 再來呢 我們再看到就是說 那這個 這個周期的部分 應該是從這裡 這個負了 3 分之 π 到 3 分之 π 這個周期的部分 這樣就是一個周期 那再把它相減的話 3 分之 π 減掉 3 分之負π 那相減當然是 3 分之 2 拍 3 分之 π 減掉 3 分之負π 那原本 y 等於 cos x 它的周期應該是 2 拍 y 等於 cos x 它的周期是 2 拍 那現在變成 3 分之 2 拍 所以這個可以知道 b 就是 3 b 是 3 那接下來我們說 這個值啊 什麼時候會有最大值 cos 的這個 的地方 b 是 3 那 cos 0 度是有最大值的 cos 0 度 它 cos 會有最大值 所以你在最高點的時候 這個 0 的地方在這裡 比較靠近的最高點 應該是這個點 這個點是當 x 等於 負的 6 分之 π 的時候 帶進去 就是負的 6 分之 π 然後這整個值 這整個值要等於 0 要等於 0 意思就是什麼呢 就是 這 b 等於 3 3 乘上 負的 6 分之 π 所以這 c 等於 6 分之 π 所以我們知道 a 等於 2 b 等於 3 c 等於 6 分之 π c 等於 6 分之 π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好 就是說 它正乎是 2 所以可以算出 a 那它的周期 3 分之 2π 所以 2π 除了 b 的絕對值 那 b 大一點 這就是 b 啦 會等 3 分之 2π 所以 b 等於 3 那 0 0 在圖形上面 所以這個 也可以用 0 0 帶進去 或者用剛才的想法 可以得到 c 大 就是 6 分之 π 所以我們 a 12 b 13 c 大 6 分之 π 跟我們剛才算出來是一樣的 剛才算出來 c 大 a 等於 2 b 等於 3 c 大 6 分之 π 看看這樣